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5号去年12月 成功将重达两公斤的月球土壤带回地球 根据了解部分月球土壤将会在今天 随国家航天科学家访问团来到香港 并且拟于27号到7月初在香港公开展览 据了解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5号去年12月 从月球带回地球的部分月球土壤 将于本月21号随国家航天科学家访问团 来到香港并拟于27号至7月初在香港公开展览 嫦娥5号是在去年11月24号在海南文昌发射 12月17号返回期带着从月球表面采集的 两公斤月球土壤成功着陆 是相隔44年后 中国再次把月球土壤带回地球 香港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也参与了此次任务 团队负责研制表曲采样执行装置 让彩测器可顺利完成月面采样及封装 嫦娥5号带返地球的月球土壤 部分已在今年2月起 在内地国家博物馆展出 进行科普教育 国家航天局曾指 会依国际合作的公约和协定 与相关国家和世界科学家共享 本华卫视 卢锡文 香港报道